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圓網台的自力更生節目 這個節目主要是探討一些影響大家的問題 同時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揭示一些真相 讓大家可以得到一些解決方法 從而活得更加健康快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潘子奇Cynthia 當然有我們的嘉賓 袁大明醫生 袁大明你好 大家好 最近中央為了重視香港的疫情 在內地派了300名甲級醫院的專家 來幫我們抗疫 當中有些朋友批評 說他們沒有得到很好的待遇 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 有些甚至要壓後他的分歧等等 但好像他們都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 袁醫生你怎樣看? 大家都看到這些多方面的傳媒報道 其實他作出很大的犧牲 看到一個片段 媽媽跟他兩個家的小朋友 子女怎樣解釋給他聽 媽媽又要去香港 會離開你一會兒 幫你不用擔心 這些動人的感人 他們犧牲很大 三格醫院不是普通醫院 是一個很高級的醫院 裡面工作人員通常在這方面有很多經驗 有很多領隊的醫生 就去過十幾個地方 處理這些新冠疫情 所以他們是一個很高級別的醫護人員 但來到香港 我們早期聽到有些人說 我會擔心 語言不同 他們是用中文的 很久 香港習慣了拿英文 會擔心語言溝通問題 也有人提出了 如果有什麼事起 最終是誰負責 最後一支廣告很幸運 那當然是廣告負責 他們是我們客人 他們只是幫我們忙 怎樣可以把責任給他們 最近還有記者說 我們怎樣投訴他們 當然這是很反感 現在香港面對這麼大的問題 我們不要很積極去配合中央政府幫我們 去整好這個問題 反而有很多這些負面的事情出現 嗯嗯嗯嗯 而你覺得呢 袁醫生 我們應該怎樣好好善用 這一班這麼專業的醫護團隊呢 因為也有看到一個報道 他們會委派到亞博會 原來亞博會是很多老人家 老人員 很多自己都不會照顧自己的人 就放在那裡 那變成呢 這三百多位 其實是精英的醫護人員 就要去幫老人家做個人護理工作 就是做完那些 即是大財小用 是的 我覺得是真的大財小用 這個問題是很多在傳媒 慢慢地揭露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怎樣做呢 那我就想到 我也看到有人提出相似的建議 嗯嗯 不如這樣吧 將一區的病人 專門就是給中國醫護人員 全盤處理的 交給他們 譬如一千多個 某個方艙醫院 所有的病人就是 中國的團隊全盤 全盤負責 由頭到尾他們都搞定了 就不是指派 什麼工作給他們 什麼不准鬥 因為很離譜的 這是一個精英的醫療團隊 不是對的 不是玩的 不是這些人 好了 如果我們做一個 給香港人真的認識多些 從而學會多些的醫療的處理 那一批人是專門給中國 來的三百多位醫護人員處理 那另外一批 就給香港的醫護人員做 他做開的 就由他做 用他西藥就由他用的方法 是吧 那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讓另外一批人 是用一些其他方家 很多人說的方法 治療的方法 有很多年歷史的 在外國有專業醫療的治療 治療的醫生 和同學療法的方法 那試一下 趁有個機會在這裡 因為西藥既然說沒有藥醫 我們說不是 沒有藥醫 是很多方法醫 只不過你不去試 不想給香港人治療 那這個很好的機會 分批 中國的醫療 他主要都是用中藥的 是 雖然他客氣說中西合璧 那西那些可能有些 那些的supportive care 是不是 有時需要的時候 就是有些儀器的輔助 但是主要都是用中藥幫 中國那麼成功 其實不是單單隔離那麼簡單 最成功的 因為主要是用中藥的方法 例如中藥方法 過去歷史以來 幾多百宗的疫症 是中醫傳媒處理過的 至少在紀錄上 資料上 有很多類似的經驗 可以用的 好了 一批給中國大陸的醫療人 全盤搞他 你別搞 總之 第二批給香港過往的手法 用他過往的西藥方法 那另外一批 就用全醫療的 我們可以提供很多的方法 給那些人自己用 那最後一批 就是自己家居 其實我覺得 家居那批 是可以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都是 用這些自然的方法 來處理 當然很多家居人 都用自己中藥的情況 中藥的情況 為了遇過很多很多的案例 香港是很多很多人 今次遇到的 新冠的Omegon 大部分選擇在家裡 自己所謂處理它 我發現我們也認識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官方的數字 其實是沒有反映真實的數字 真真正正的中招的人 我覺得是很多 是過百萬起碼的 袁醫生 我們都知道 現在抗疫的方法 不外乎都是用西醫的手段 打針、疫苗、西藥 其實中藥或一些自然療法 都有很多成效 你在這方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方家有很多的建議 有些營養素的自然療法 很強要營養素 就是聽到維他命C 維他命D3 蟲真粉 洋蔥素 肉茶素 背後已經有人提出 背後很多好的科學資料 解釋 為何這些工具 是這麼有效的 OK 不是就這樣 不斷地 婆婆媽媽媽 是絕對有科學根據的 所以我們覺得 是否應該這個時候 除了經常去報道 那些病者 有沒有打針、沒有打針 給人的感覺是一種錯覺 整個問題就是因為你不打針 所以這個疫情就出現了 那將這個責任 都給了不打針的人 我們今時今日香港人 都不會那麼傻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全世界打針最多的地方 好像以色列、英國 差不多百多九十個百分比 疫情一樣爆到飛氣 新加坡也爆到飛氣 打針了 給香港也差不多至近九十個百分比 完全對疫情的死亡人數 全世界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我也知道 例如打針小的國家 例如印度、非洲 因為經濟原因 可能沒有疫苗的供應 結果都沒有辦法打針 用它的簡單的方法 以前用的簡單的西藥 例如Ivermectin Coloquil Hydroxychloroquil Monochloroquil Antibodies 其實這些方法也是有效的 其他人的死亡率 可以簡單來說 這些地方 打針小的地方 死亡率一樣很低 所以你經常想一下 為何經常說打針打針呢 打針是真的打針都可以解決 證明已經不是了 好了 為何我們從來不進一步 去了解一下 跟那個營養素 有科學根的營養素 到底在香港來講 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我就很簡單 你試一下吧 將在香港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病的人 看看他們重病的 輕病的 和死亡的人 看看他們這些人 有沒有吃營養素的習慣 在最近這個非常時期 有沒有吃大量的營養素呢 而有機會去調查一些沒有病的人 他們本身是否有沒有吃營養素的習慣呢 這個有機會去找到一個答案 結果原來吃營養素的人 是中招機會少很多 吃營養素的人 就算病了 很快就好 是不會死 好了 如果你得到這個結論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們應該的做法是怎樣的 不是再幾人打針 逼了兩年 是吧 都打完的 一針兩針三針四針 這樣打下去 是吧 那為何不轉一轉 原來那個答案就是吃營養素 與其將那些錢去買打針 都不便宜 每天真的幾百元一支 是 檢測啊 也有很多的費用 遵守香港的人 五千元一萬元 不如將這筆錢 買了營養素 給香港人用 這可能是最終的答案 是最簡單的答案 是 為何不敢做呢 聽說呢 袁先生這些數據 在一本叫做Every Second Child的書裡面 都有記載很多的紀錄 是吧 是吧 那為何我講這個 有這個想法 就是因為七年代 有一本書叫做Every Second Child 這本書是一個澳洲西醫社的 它的名叫Archicaricorinos 因為我在澳洲 早年去澳洲 我都聽過它說了 這本書裡面的內容是這麼說的 他說這位醫生 這位醫生 這位西醫 他當時的任務 就是政府的任務 就是要他去幫那些 澳洲的土著的生育仔 打那些疫苗注射 就是Childhood vaccination 但是他發現 當他打針在這些小朋友 這些疫苗 在澳洲的土著 他們的死亡率很高 差不多2個死1個 所以叫做Every Second Child 50% 每一個 Every Second Child 死亡 所以他就覺得 為何會這樣 他還沒發現 原來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些小朋友 基本上是營養不良 處於長期營養不良 所以他的免疫能力是很低的 在這種身體體質之下 你打這些禽有毒素 還有很多附加劑的疫苗 小朋友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最後想到解決方法 就是用維他命C 大量的維他命C 被小朋友服用了一段時間 然後才去打針 結果問題就沒有了 最近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有些小朋友 突然之間嬰兒出死 Sudden Infant Death Serum OK 我們有時候看到報道 就是這個小朋友 突然之間無故死了 一定是工人虐待他 調查工人 或者是父母 打擊小朋友 搞得他腦弄壞 腦發炎 是很離譜的 因為背後的資料已經很多了 已經知道很多是因為打針的 好了 日本人始終是一個聰明的民族 他們是怎樣呢 他們發現 如果嬸嬸仔打針越早 嬰兒打針越早 出死的問題是會高的 結果他們就決定了 嬸嬸仔的兒童疫苗 拖後一點才打 不是一出生便會打三十幾種 他退後才打 發現嬸仔的死是減少了很多 這個事實已經證明了 我們身體的健康 和我們的營養素 基本的營養素 是很大關係的 為何到今時今日 是已經無數的 在某些方案上很多資料 大家有時候上網聯網 外國、香港、本地 很多方面的資訊 但我們從來不能用一個科技的方法 去好好地再研究一下 這些人的背後 不是沒有科技 而是很多 不過香港人不知道 但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為何我們趁這個機會 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營養素對疫情的死亡率 患病率 有個關係在哪裏 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原來最大的關鍵 就是身體的抵抗力 現在疫情爆至飛氣 我相信我們認識到 無數的人 公司、家庭都還生病 但你會看到一個現象 很多時候一個家庭裡面 某個家庭成員病了 但其他成員最終都沒有感染 是沒有病 他沒有感染 當然不會 怎會沒有感染 香港居住的環境這麼小 我以前已經看到 病者很可能 病者就躺在自己房間 其他太太先生就躺在廳 但始終都是一個很小的環境 他不可能不感染 不可能沒有接觸到病毒 問題是他們不病 一定有的 每個公司只有 有人病 有些人不病 我無數的病 解釋給我聽 他的經驗 我公司這個位置 有幾個同事 我周圍的同事 只是我沒有病 為甚麼 他聽我說 吃很多東西 所以我現在看到 這是一個可能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應該好好地去跟進 去了解多些 因為100年前那個疫情 全世界死了大概5千萬人 我估計5千萬人 中焦的人差不多是3分之1 27%是中焦的 所謂有病 那維持了兩年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其他 只是27%的人 接觸到呢? 當然每個人都接觸到 當時他做了一個研究 是怎樣做呢? 他就把一個布袋 套在一個病人的頭上 病人當然有打癡 又噴鼻涕 什麼都來了 當然污染了那個布袋 接著拿布袋 就蓋在健康的人那裏 那裏 發現了 健康的人 你怎樣去用感染的東西 去搞他呢? 他都不會病的 人不夠做馬匹 同樣的東西 把病的馬匹 又是這樣拿大布袋套在他 馬匹的口水 在裡面噴一大量 肥體也噴出來 接著又有一個污染的布袋 放在健康的馬匹 結果一樣是感染不到的 這些研究做過很多 我國做過很多 雙方感冒也是 他找一些健康的人 叫他去冬水沖 冬水冷水 總之做到很惡力的環境之下 想弄到他傷崩 沒事 因為他抵抗力夠好 但結果這班志願者 感恩節了 回家了 回家之後 很多人都感染了 原因呢 感恩節的時候 是大飲大食 喊東西 我遇到很多周圍認識的人 朋友之間 也發現 有些朋友說 對不起 我已經中招了 結果發現 他前一天 和朋友聊聊聊聊 到零晨六點鐘之睡覺 他就中招了 抵抗力自然不夠 沒錯 我另一個朋友也是 三個人 老婆、老婆、女兒 和他也是 他就中招了 但老婆、女兒 沒什麼事 那為什麼呢 就是了 經常吃東西 吃了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工作忙到死 他都說 這是好事 因為他警惕他 他告訴你 你要照顧你身體 所以他就重新 檢討他的飲食習慣 他的營養素 開始大量用回他 所以我們這麼多人的經驗 可以看到 其實關鍵 對付流感的 最重要的是 不只是打針 不只是個人衛生 那些是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加強你自己的免疫能力 整個身體是怎麼做的呢 是食物營養做的 我身體這樣 是食物營養做出 我們每一個細胞 每一個器官 每一個組織 全部都是食物造出來的 所以你的身體免疫能力 都可以靠你的營養補充 來加強他 所以你是擋不了的 在兩年前 我已經寫信 去中央政府那裡 有一個政協 有朋友說 給他們知道 我提出的力量 是擋不了的 而且黨的代價會很大 好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將來中國這樣 走到這條路 還是要清零的 深圳的 突然間關閉了 7天 所以一直都沒有 我一直都害怕 長遠來說是不可行的 我兩個月之前 已經開始預測到很快過了 為什麼我這樣感覺到呢 因為我知道外國已經行群體免疫 就是群體免疫 因為真真正正有效 是一個群體免疫的方法 因為這個背後 有一個一百年前的科學家 叫Dr.William Fars 他提出的 所有的這些疫症 都要經過一個高峰的群體免疫 他才會真真正正走 我一知道外國的家行這條路 那些預測 我很樂觀 很快就搞定 我預測 我當時都說 半年之內 趨勢就是這樣 所以你也知道 我們真真正正正處理 其實就要接受了 這個傳染病的道理 那個定律 就是不可以強硬去搞 我經常說 有很多人提出 如果中國有這樣的方法 最終來說 可以說中國人 是未有真正的群體免疫的 但病毒是永遠會變的 就算今次的Omicron 被你捱過了 一、兩人之後 它就沒有了 當它自動慢慢低了 但有其他的病毒 但你記住 如果你真的患過那個感冒 你身體的免疫能力 是不只是那次的病毒 是其他的病毒 都有保護作用 有記憶保護 因為這個 在1918年的時候 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經驗 因為有些人 當時病毒之後 很多幾十年之後 他們的免疫力 都依然還在 所以我覺得 最後中國會怎樣做呢 我估計 它最後 都會行群體免疫 一群體免疫 即是與病毒共存 然後想起便宜了 死一批 那要死很多人才搞定 現在你看到 香港現在死二、三百人 我知道香港平均 過去每天大概死八、四十幾個 一年大概五萬二千三百多人 我們將來沒有所謂 你們再看看 每年的死亡人數 是否有真正增加 我們將來 這些資料就會出現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真相 應該就是做一個連結 而不是單日去計算 而衡量 這個疫情 是否導致這麼多人死亡 真正是 有些人不說 網上也有很多說法 有些人 我們要分開 已經有人要求數據 你經常說 九正山 有一天幾百人死 有人提出 要求 到底他們死亡 和那個疫情 是否真正是那個因果關係 但答案 我們都沒有辦法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有些人不說 die with or die from die from 就是因為這個病毒的感染 導致你死亡 die with 你本身也是有病的 你是死亡本身的病 只不過同時 你也有這個病毒的感染 但你不是因為這樣 死在那個病毒 很簡單 我經常都這樣說 現在的小小小小死亡率 是大人的千貧之日 即是少很多很多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很多病人 過生的病人 差不多五六十個百分之 都居住在老人中心 本身有很多長期的病患 其實你看到的真相 就是病毒大家都有 但死亡最多的人 是他本身有comorbidity 即是他本身有很多長期的病 足以令他死亡的病 所以結論是很肯定 不是因為那個病毒弄死他 是因為他本身的問題弄死他 令他過生 所以在年紀之前 已經有三個科學家 已經提出了一個正確的處理方法 他叫做Great Barrington Decoration 三位科學家 史丹福、哈佛和牛津 全部都是頂級的專家 是流行病學的專家 真的是行內的專家 他提出了 就是要集中那些工人 真的保護他 其他人根本是沒有風險 低到離譜的 你搞他做什麼鬼呢 是不是被人正常生活 這個已經老早說了出來 但很多人就反對他 不會嚇他 結果我們搞成今時今日 最終應該怎樣 最終應該怎樣去處理他呢 有數據分析 到四月的時候 可能會有四百萬人受感染 佔人口幾乎超過一半 袁醫生最近應該也有很多 有受影響的病人來找你幫忙 到底他們的症狀是怎樣的呢 我的症狀40年的經驗 我過去也處理過感冒 但不多的 我一般來說不多 今次我可以這樣說 我在40年症狀經驗裡遇到 流感是擴散得這麼多 這麼快 但很幸運 我也處理過很多這些病人 有些是事後說回來 有些是市場 我都需要處理 因為我以前 今次真的有很多病人 我自己本來的過去的救病人 都有這些問題 但我發現一個情況 他們的症狀 可以說是比一般的流感更輕 絕大部分都是 都是比一般的流感更輕 他們通常會有感到什麼不舒服 一般都是有些喉嚨開始 不息 有些是有些症狀 有些只是咳 加一些痰 累一點 有些只是這樣的 有些可能少少燒 一天兩天 大部分人都感覺上 其實不是很辛苦 我最多是一兩天 然後沒有辦法 測試陽性 我就不在家 政府規定要休息 七天十天 居家隔離 所以做這個步驟 但我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病人 那個病情 比一般的流感更輕很多 但是 亦都有些症狀 他們覺得是挺辛苦的 其中我有一次 我就打電話給我朋友 一個朋友 就是我間中打電話 問我 大家吹吹水 他跟我說 他就說 哎呀 我好不行啊 好不行啊 這次這個問題 多嚴重 老人家一定挺不順的 一定很辛苦 一定很辛苦 他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中了招 但是我好辛苦 他說 有什麼症狀呢 他說他辛苦在哪裡 他說他整個身體 是很痛的 很尖痛的 尤其是胸背很痛的 痛到他就覺得 是不敢動的 是一一就痛 他什麼年紀呢 大概五十歲左右 平時做事都是 都是年輕力壯的 都是年輕力壯的 所以他就說 這麼辛苦 我這麼辛苦 我也這麼辛苦 我當然不頂了 我知道 我問他 什麼症狀呢 他就說 很痛的 尖著他痛的 胸口痛的 好像臘骨很痛的 總之呼吸都害怕 他不是呼吸不到 只不過一呼吸動 就很痛 就是動動是痛 而且他很口渴的 很乾的 而且整體來說 口腔很乾的 我就問他 你家裡有沒有療劑呢 在這個情況下 我不是用氣功衣 我都要靠療劑 我問你有沒有療劑 我以前有的 以前我女兒來看這個 我都買了一些 審問仔用的 我問他有沒有那個 白射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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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種症狀 不想動的 尖痛的 而且很乾 要喝水 大量喝水 然後他拆了他的 那些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的小孩子 有保安野 Alvin 30X 可以嗎 是生粉仔 我說當然可以 跟我們無分細胺制大人 一樣有效 一樣的 只不過名字叫生粉仔 只不過那些療劑 很適合很多生粉仔用 不是生粉仔才用 不是肉份低 不是這個意思 好 我就說 那隻對的 你快去用 好了 他聽我說用了 然後兩天之後 我就再問他 因為我忍不住 到底是怎樣 好 好 聲音大了 完全好像沒有以前 好像說 很慘 很慘 完全沒有了 很快見效 很快半天 一天就搞定了 這是一類的症狀 是辛苦症狀 另外一類的症狀 是喉嚨的症狀 他們覺得很痛 撕裂的症狀 腸液的症狀 燒的症狀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用了療劑 是對付喉嚨痛的 我以前也和大家 聊過 有介紹過 我有一個療劑 一個KID 不記得畫面 你可能都看到 一個124隻療劑 KID 就跟著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 有介紹 69種常見的 普通的健康問題 包括感冒 包括喉嚨痛 通常 如果你有這些工具 在家裡 當然你可以找一找 那個感冒 有幾種療劑 你看哪種療劑 是適合你的症狀 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有9種主要的療法療劑 就是常用 你只要找一種療劑 是正常適合你的 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除了找那個感冒 那段關於感冒的療劑 你也找到喉嚨痛的療劑 包括喉嚨痛 怎樣痛 喝水 吞口水痛 喝熱水 喝冷水 會不會改善它 幫它 你會找到這個療劑 其實很快就可以令這個感覺消失 很快舒緩 同學療法醫病 就不要說是什麼病 總之整體的症狀 你個人的症狀 符合這個療劑 你用它 其實什麼病都可以治 這個同學療法是很有趣的 因為很合理 這個病是你的人 不是西醫 或者某種醫學 的學術名字 所以我們配搭 都是配搭你的人的反應 出來的症狀 你用得對 你很快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這個問題 最終我經常這樣說 怎樣處理 就是很簡單 用大量的營養素 給全香港人用 OK 營養素肯定不會傷害 從來沒有人死掉營養素 我最近有個病人來講 他擔心有沒有副作用 我說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死掉維他命 不是一種菌 所以你絕對可以放心運用 那麼營養素維他命 這些東西 不單是對預防這種病 以及對這個整體 一定有幫助 是不是 不要說什麼過量 我暫時我沒有遇過 因為營養素吃過量 是絕對我聞所未聞的 理論上你什麼都可以說 OK 好了 那就是說 你平時就用好的營養素 大量的營養素 尤其是那些高危的老人家 你叫他們吃 不是很貴很便宜的東西 是不是先加近底子 那麼這班老者 國長者 不是困在老人家 什麼都不動 帶他多些去曬太陽 沙灘的地方 推到輪椅 做這些這些 這些才是真的 令他身體免疫能力 減低他 不只是他打針 打針 OK 好了 真的有時候 對政效有 是嗎 我說西藥不是沒有的 很多很便宜的西藥 還有中草藥 是嗎 除了我們所認識的幾個方 在方家常說 因為其實有很多感冒的中草賊 除了這個 還有同學療法 有營養的方法 有很多方法 也有很多方法 醫治他 醫治之後 全香港人都有正式的群體免疫 疫情真的過了 還有將來有 也不用太害怕 中國人 我覺得 兩年前我都說 應該走這條路 OK 今天就很多謝 袁醫生 再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我們可以自己幫自己的方法 希望大家繼續保持身心健康 就可以過一些 好健康快樂的生活了 謝謝 OK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小小小 小小 鳩 小小 小小 陸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陸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www.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